- 绝命青年的歌声来一场冒险吧 其实我们刚听这个Soft跟Sony这样讲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冒险的那个紧张或焦虑 我感觉到是冒险的惊喜比较多 快乐比较多 我觉得冒险不一定是充满那个惊悚的感觉 或者是每天很紧张才叫冒险 因为其实你只要经历一些 可能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或者是你尝试去新事物 其实不多不少都是一种挑战 那这样搬家最快啊 每搬一次家就要适应一次 这样就很累 可是也可以哦 因为我们有看过一些人就是他们那些叫什么 浪居啊 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 真的每个月都搬一次家 可是他们就是为了感受生活的不同 才会尝试去做这些 可是这些地方你们都住什么样子的 我们都住很简陋的地方 民宿吗还是饭店 民宿也有饭店也有 而且我们因为其实在环岛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演出嘛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器材啊 家当都一起去搬运着 就是 那你们是租band什么还是什么 我们坐火车 家当跟乐器什么全部都这样 对啊 所以东西操作 你们两个这么小一只耶 对我们一开始本来是计划机车 然后发现没可能 完全不可能 我们还在考虑那可不可以就是 我们有考虑过几个方案 因为真的想要机车嘛 然后就说会不会坐火车是我们人家行李 然后那个机车可以那些拖运呢 哦 然后发觉不行 因为他拖运的点很少 而且 很久以后才会到那个机车 那不行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 那我们机车骑可是那个行李拖运又行不行呢 哦 原来没有这种服务 然后第三个方案 那我骑机车说你坐火车 坐火车 哦哈哈哈哈 分开就不是一骑的一个 可是骑机车你一路到下雨天很麻烦 对就是麻烦 对啊 对啊 幸好最后是选了火车 因为我们行李真的很多 机车真的真的没可能 可是现在东部有一段火车地震后就不通 你们有遇到吗 我们是刚好 我们真的是那个大地震 之前 前两天真的在那个地方 哦 六十十三 六十三三 哦六十十三那里 我们真的是地震前两天在 就是金针花开的那个天山 对对对对对对 就差两天哦 对啊 因为我们就刚好离开了 我们就先到高雄那边嘛 哦 就是在高雄的第一天就已经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地震 所以它连着两天 第二天比第一天更大发生 对所以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刚好 哦 而且我们地震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练团 觉得很晕吗 不是晕的感觉是我们在练团 是我们把所有器材 因为我们有带那个Mexer之类的 什么东西都带过去 然后在饭店里面练团 我们还一开始是首先收到那个 地震警报 我们还以为我们太吵了 就是有人按门银 那个叫声很大声 对对对 因为我们晒住耳朵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扒下来才有什么怪声音 然后就开始整个一起在晃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什么 你是什么 我第一次是YouTuber的职业病 职业病 职业病 就是先拿手机拍着 哈哈哈哈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惨了怎么办 我应该先把那个电脑带走 还是我们的乐器 我们所有家产都在这边这样子 吓死了 之前没有遇过这么大的 没遇过这么大的 对对 超大 这比较像冒险 也是啦 因为我有一点惊恐在里面 这比较像冒险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那些冲浪什么的也是很刺激啊 因为我们没有试过啊 还有其实骑马 其实不好平衡欸 对啊 非常累欸 而且你不要觉得骑马是很安稳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 骑马超不舒服的 骑马超可怕 因为那些马最可怕是什么 他们不停的要吃草 哈哈 其实你永远不想那只马下一个动作会做什么 我觉得那个很恐怖 对我们就是吓死了 因为他不停就是 你在山上骑的时候 旁边就是太多草 如果我们的气势不能够驾驭他的时候 他就会失控嘛 对对对 我的那批就是我驾驭不了他 他不停在吃草 然后就不停的把我往下拉 拉 我都不知道 就是一直想要翻根谷 突然觉得很像在玩逗牛式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 我觉得蛮有趣 因为其实我所有比较会骑马的朋友都会说 如果你没有这个练习过的话 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 他把你从马背上摔下 很容易发生这件事情 对我还怕 我还怕被他塌呢 我又怕他跑 对你们都很小一只 对那个马超大只 不过话说回来 这张专辑声酝酿的过程 全部是在台湾写的歌吗 其实有一首不是 有一首不是 大部分其他都在台湾写 对对对 就是在 其实我们在隔离的时候 就是写决明青年 但是之前是有写那个天使中会亮 就是之前的是比较一个出版的 对 回来 就是到台湾之后才在编曲方面 再更新一下 唱跟录都在台湾? 对在我们的家 哦 哇哦 宅录 宅录 现在很多人都选择宅录 对 其实现在宅录跟用很好的录音是录 不仔细听其实往往也听不太出来 反正我们也不是要做那些很HIFI的质感 我们就是一开始也是想用比较有一点RAW的感觉 可是这张的电气氛围比较强 不像以前旁客的那个味道比较轻 对对 就是因为平常我听那个Dream Pop Suit Gaze那些音乐类型 就是比较气氛比较像那个要一直跳跳一点点 所以就希望我们现在新的乐团会有新的特色在里面 所以想要跟鸡蛋蒸肉饼做一点区隔 对 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也喜欢这一类的音乐风格 对 所以就现在那个定位就是比较有一点电子类的 氛围的音乐类 其实如果真的跟鸡蛋蒸肉饼的歌比起来 其实很电了啦 哦电了 我们在那个其实在花很多时间在挑那个音色上面 哦 那个骨啊 啪啪 我们一下弄很久 选那个声音 那个会不会很难决定 就是这个好像也很好 那个好像也可以这样子 会摇摆不定 嗯 其实通常都是我有一个大概的编曲的概念 然后就是我会 就是他soft会过来跟我讨论 就是他这个不喜欢 或者是他不喜欢是不喜欢什么东西 可能是那个 他通常不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他不喜欢高音的东西 就是太吃太尖的 净味 所以就是可能 他应该所有高的他都不喜欢 对所以 去逛卖场 拿不到 后面有这个状况 怎么放那么高 高 他租房子也不要高的 不要高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 就是我们其实在那个音乐方面 这边都蛮顺利的 就是我们都会很尊重大家的那个品味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流程当中都还还蛮顺利的 我只是做了一年多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是 譬如他那个啪 一个鼓的声音 我就会说 这个我太喜欢 我就一直只是说不喜欢 对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你再做一下 再找一下 那这样子他很累呢 Sony这样会很累啊 但是他会就是可能 因为我 可能我会知道他一些模式 就是把 嗯 尖锐一点的都拉下来一点点 所以就是通常都是这样 哦就OK了 哦你已经抓到他的那个毛 要怎么样顺 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们来跳一个 比较有groove的歌好了 哪一首比较 我们不要再见了吗 对 要不要介绍一下 嗯 我介绍啊 给一个机会你讲话 哈哈哈哈 我们好 等待好不好 等待也可以啊 因为这两首我都很喜欢 对啊 等待就是一首比较那个 律动 比较有趣的 嗯 然后 这个有故事吗 呃这个故事呢 其实这是 这首歌是唯一一首 就是他很久以前已经写好 哦 有一个demo的 这是编剧 编好了 编剧 其实现在那个 跟之前的那个 编剧 可能只有 呃 五 三 三四 % 嗯 嗯 就留 保留 留下来 对对对 所以没有改很多 对然后这个是他的编剧已经做好了 再给我就是创作那个词曲的 哦 其他其他歌一般可能都是先有那个 词曲整个整个架构 但是这一首歌等待 倒过来先编好了 对他已经有一个架构我再配上去 我懂 我是比较像乐器的一种安排 哪一个比较累比较轻松 我觉得都好 我没差 因为不同的创作方式出来的作品 通常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比较 我其实很喜欢里面的音色 哦 那些 哗哗哗 我觉得很好听那些音色 他的那个乐器 效果器 你喜欢那个出来的那个sound effect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 OK 好我们来听等待